说起绝望嘱咐伊娃 朗格利亚 老球迷肯定非常熟悉 曾经她和帕克是NBA有名的金童玉女 但却因为法国跑车的被判而分到扬镳 距离两人分开已经差不多七年的时间 伊娃也很少出现在NBA球迷的视线里 那么她过得还好吗 最近伊娃出现在了洛杉矶的街头 如果不是老司机 绝对无法想象这就是我们曾经痴迷的绝望嘱咐 想当年她可是美国最性感的女星之一 但如今却已明显发福 看起来还真有点美国大妈的味道 在和帕克离婚之后 伊娃又处了几任男友 去年还再度结婚 当时连贝克汉姆都参加了她的婚礼 只不过相比于几年前 似乎真的已经老了许多 今年伊娃还出席了贾纳电影节 但是在帕克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绝望主妇却找不到了过去的鲜亮 曾经的伊娃是如此的光鲜 她是NBA赛场边最亮丽的风景线 如果她来到马次队的主场 闪光灯绝对不会 比如今的卡戴山之流少 伊娃年长帕克几岁 但是法国考车的浪漫 让她义无反顾 他们曾经多么习惯于 在公众场合大洒狗粮 2006年12月的一天 帕克突然出现在伊娃 在洛杉矶的家中 用一颗伍克拉的钻戒求婚成功 如愿抱得美人归 之后的日子 帕克和伊娃相亲相爱 他们不管走到哪里都是焦点 而帕克对于这段姐弟恋 似乎也是特别的用心 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很短 2010年的11月份 伊娃突然向法院提交了离婚申请 原因是帕克出轨了 而且出轨的对象还是他们彼此的好朋友 布伦克 阿里的妻子爱玲 阿里 一度伊娃很难从婚姻的失败中走出 不过还好她和帕克仍是朋友 她甚至和马次旧将依旧一起开心的吃饭喝酒 比如这次她约了吉诺比利和前马次球星 阿里奥特在洛杉矶相会 时光意识 现在很多老司机还会想念曾经的伊娃 但这一切再也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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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